好,我再来第二题 3的三次方再括号的三次方 那你就记得 a的m次方再括号的n次方 它其实就叫做a的m乘n OK,为什么这个是相乘 我们讲个例子好了 4的三次方 如果今天括号的四次方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是4的三次方乘上4的三次方 乘上4的三次方 乘上4的三次方 总共有4的三次方在相乘 那如果你要用加法的话 因为相乘上面要相加嘛 3加3加3加3 那4个3再相加 不就叫做直接3乘4吗 所以你就会发现 3再包上去 4的三次方再括号一个4次方再上去的话 不就是相乘的意思 好,第一题 3的三次再括号三次 33得9 所以a当然就等于9 好,这是秒杀题 第二题 3的七次方那就写3的7吧 3的二次方再括号的3 那就是3的 23得6 所以它就是3的7加6 叫做13 它就是3的7加6 13次方 第三个 3的10次除以3的2次乘以3的4次 都是3加6 相除 10-2 相乘 相加 所以答案就叫做3的8加4叫做12次方 所以a等于9 b等于13 c等于12 就是第2题 Oke 谢谢大家